剛才對港柱署長都不理 我覺得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審問可能講謊 因為是他負責聯絡嘉賓 我真的不忍心了 因為他說 後來發生了很多事 很多人中招病了 我不忍心突然間 剛才李家超、陳國基、 曹永興、陳茂波那些全部都病了 那有另一個可能的 或者 就是連政府都發現 咦 聞到一些糯味 但怎麼都好 你王子懷家裡有急事 你是不是說王子說謊 她生氣 和家裡有急事 是兩回事 是的 你現在說回頭 還有你不會臨時臨急 你才知道 我原來什麼官都不來 究竟王子是有急事 還是他生氣呢 你會越解謊 越混亂 因為他知道五月可能的結果 他有些事情他先知道 其實我都生氣的 你去扔四方面的影片 你怎麼過來給我看 做功課 四方面怎麼說 立刻起不了頭 四方面 當時你早上探完監看車看路 難怪禁借呢 那人 你不覺得現在是整個土共陣營 開始幫他說行 幫他解話 好像有目的有聯繫 黃英豪那些又說 將他説成騙子就好像回到2019年那樣 背後好像有個黑手在操縱這件事 現在賴他這個 陳詠欣也是的 你的小黃人又來無事生非了 南華早報是小黃人 香港人也是小黃人 還有啊 那間中堂公帖 在大陸最高法院判是不可信任的公司 最高人民法院是不是小黃人啊 陳明欣 包括你現在所謂的另一間 他都在搞的所謂的炭灰幣 你知不知道 那個左憑董事程章和 他經營的這個虛弊平台呢 虛弊平台呢 就在美國被證監會警告的 現在舉出這些例子 但是你現在就發現土共幫他極力在辯證 陳明欣那些放得很抽離的 有沒有錢 五月就知道了 他幫他找到台了 就算他沒有拿錢來 我們香港都沒有損失一分一毫啊 阿屌是沒有損失的 我一腳踢爆了 彭未踏就倒了 是否有這麼說啊 還有呢 你不要想著拿2019年那些來兇咬我們 什麼是黑手 不是啦 黃人來屌你老婆 不然一個人來想事啊 就是這些就無事對新菲這陣子 還有這件事 他被人踢失什麼情章和文藥 文藥全部都有問題 的確是很多的疑點 令到我們質疑是合理的 他想著拿2019年兇我們就叫我們收聲 人家在質疑而已 人家中台的科技都沒有做過 還有一個是他爛尾的 是被他爛尾的 有沒有爛尾的 香港這麼輕爛尾的 上市公司都不是的 當年福建都是爛尾的 我都沒見過 杜瓦王子在香港用辦公室的 混賤 對 共用辦公室真的來了 有5億美金拿來開家族辦公室 但是你本身那個就是共享 還有一件事的事 SIM卡他沒有嘛 沈文倫 我屌你萬遊他都沒有 我屌你露夢 我以前都用了亞洲去辦飲 就經常去旅行 我以前都用了亞洲去辦飲 就經常去旅行 我以前都用了亞洲去辦飲 就經常去旅行 我都有了 混賤 不用當地去買SIM卡 不是 你說到沈文龍這傢伙 說真的 應該被騙夠了 要是你有份 他被騙都有一些奇怪怪的 我們暫時知道他是 我們不是機械了 暫時知道他是珠寶出身的 就是古董 賣古董賣出去中東那邊 就轉了個圈回來 就開始風山水起了 然後就是中東那邊 賣中國的那些書寶古董 那不是國寶 很嚴重的 這些國家安全 變成人家的